科幻电影中那种准确度极高的自动翻译设备 已经离我们非常近了 大概5年左右有可能就会出现 目前使用XGPT来进行翻译 很难看出来是机器翻译的痕迹 而且我们还能够改变XGPT翻译的口吻 语言风格 介绍两个我目前正在使用的翻译工具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打破语言信息之间的鸿沟 相传上帝来到人间 看到人类正在修建一座高耸如云的塔 人们叫它巴别塔 上帝感受到受到了冒犯 如果人类真的修建成这座塔的话 那岂不是人类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了 于是上帝便打乱了人们的语言思维 让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 从此巴别塔就再也没有建造成功过 这个预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如今人类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误解和冲突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语言障碍 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沟通 虽然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外语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学外语并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甚至是很多人的噩梦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教育体制教育方法的问题 但是更多的也说明了 学习语言本身是一个枯燥而又漫长的过程 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之后 诞生了很多的翻译插件 比如说如果我们用cream浏览器 就可以把整个英文网页全部翻译成中文 但是这种翻译它始终是一种机器翻译 很多地方翻译得非常不自然 甚至经常有奇异的产生 这就导致了我们对外语的理解 始终会停留在一个比较肤浅的层面 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因为OpenAI和ChatGPT的出现 设计的开发者甚至预测 科幻电影中那种准确度极高的 自动翻译设备已经离我们非常近了 大概5年左右有可能就会出现 在这之后学习外语将会变成 类似学英文乐器的个人爱好 或者专长特长 大量非英文母语的学生的经历 将从学习英语中解放出来 的确目前使用ChatGPT来进行翻译 很难看出来是机器翻译的痕迹 而且我们还能够改变ChatGPT翻译的口吻 语言风格 这是以往任何一种翻译软件 都没有办法实现的 ChatGPT用来做翻译虽然好 但是如果只能在聊天界面来进行翻译的话 效率还是非常低的 好消息是ChatGPT也开放了它的API接口 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开发者 开发了基于ChatGPT 3.5模型的翻译工具 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两个 我目前正在使用的翻译工具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打破语言信息之间的鸿沟 在开始之前 首先要感谢软件开发者的辛苦付出 第一款推荐的软件是BOB 这个软件目前只有Mac版本 PC版本的暂时没有 如果是使用PC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时间轴 直接跳转到我推荐的第二个工具 BOB是一款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翻译软件 它和其他翻译软件最大的不同是 它能够通过API接口 接入非常多的翻译系统 比如Google翻译 微软翻译 Deep L翻译 我们一次操作就能查看不同的翻译内容 能够进行一个交叉的对比 除了API之外 BOB还可以安装自定义插件 今天介绍的ChatGPT翻译 就是通过插件来实现的 我们安装好BOB之后 首先点击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华词翻译 就是说我们选中文本之后 然后按下快捷键就可以进行翻译 第二种是截图 也就是利用ORC功能来进行翻译 第三种就是输入翻译 就是我们手动输入文字 了解了快捷键之后 接下来我们去点击服务 我们可以点击下面的加号 去添加系统内置的服务 我之前用的比较多是Deep Elf的翻译 选中之后 然后点击这边的如何申请API 我们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教程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申请页面 然后跳转到Deep Elf的官网 在官网这里点击账户 然后在身份验证密钥这里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API了 我们去直接使用免费版本就够用了 然后把这个密钥复制到这里 点击下保存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如果说这里没有内置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 ChackGPD的翻译 它是没有内置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插件的方式来使用 我会把插件的链接放在视频下面 大家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跳转下载了 到插件界面的话 我们直接去点击这边的发布 然后点击这个插件去下载好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回到Bob这里 在插件列表这里点击安装插件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下载的一个插件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是需要去获取API的 我们去到OpenAI的官网 然后登录到后台点击这边的API 然后添加一个新的密钥 然后把它复制到这里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翻译效果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文本 然后按一下华词翻译的快捷键 就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同时翻译出来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对比一下它的一个翻译的质量 我个人觉得的话OpenAI的翻译肯定是更加的自然一点的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第二种方法 如果说没有Mac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浏览器插件的方法来翻译 这个插件和Bob的插件是同一个开发者 再次感谢开发者的努力 到这个插件的页面之后 我们点击这边的发布 然后去下载这个文件 下载完成之后把它解压 然后我们到浏览器的插件页面 点右上角的开发者模式 然后点击左边的上传 把刚刚解压好的文件夹进行上传 安装完成之后我们点击一下插件图标 输入OpenAI的APM必要 这里可以和Bob插件输入相同的必要 接下来的话我们去试一下 我们在浏览器里面去选中文字 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一个OpenAI的标志 我们直接点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已经开始翻译了 在翻译这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文字进行润色处理 或者说对文字生成一个摘要 目前我使用翻译软件的一个主要方法是 比如像一些零散的文字 就直接使用Bob 或者是用这个翻译插件来进行翻译 如果是大段的长篇的英文的话 我一般会借助浏览器内置的翻译功能 如果说读到哪一段感觉不是很通顺的话 然后再用OpenAI进行翻译 可以看到如果全部进行大段翻译的话 Bob里面的Deep L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OpenAI的翻译速度就会略慢 而OpenAI的浏览器插件的翻译速度还是挺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向大家介绍的两个翻译工具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误的更新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